如果我要把這個剛剛的動作變成VBA的程式的話 大概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不過要簡化 第二個的話自己寫 兩個方法都OK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要怎麼錄製 還記得吧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錄製聚集 其實就怎麼樣 我們剛剛做了其實大概兩個 一個是格式化禮拜天 一個是格式化禮拜六 然後一個是把那個什麼 可能一個就是要再把它恢復 把它恢復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就清楚整張規則就OK了 所以我們就錄製三段聚集好了 第一段的話就是新增規 所以喔 那新增規則你可能還是要彩排一下 記得喔 1.優先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2的話怎麼樣 2的話就是我們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規則 3的話就是點一下公式輸入上去 然後再給格式按確定就OK了 好 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跟各位講 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看起來好像要錄兩次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它只有一個條件不一樣 所以其實喔 應該比較聰明的辦法 錄一個就好 另外一個怎麼樣 用改的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能錄完之後 你大概看得懂說 改哪個地方 就可以產生另外一段程式了 你如果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會發現你聚集又錄一大堆 可是明明都是一樣的動作 你幹嘛錄那麼多 OK喔 所以記得慢慢要學會 該知道怎麼錄製聚集之後 再來就是說看懂程式 並且把程式做一些精簡化的敘述 這個很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坊間的書籍 好像是走蠻極端的 要不就是交VBA 要不就是錄了一大堆沒有用的東西 為什麼不折衷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講一些比較折衷的 而且比較是符合工作上需求的 OK 不然你會發現 我想應該大家應該都有去看過 相關的書籍吧 坊間書籍是寫的感覺 就是有些東西要 就是不是說很符合實際上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那個錄製聚集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建議各位 就是把那個SOP慢慢把它寫下來 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反正以後你照著做就好了 另外的話 我們雲端上面的資料 你也可以拿來參考 反正你也可以當範本 拿來做修改 工作上記得啦 一定要經常去使用它 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熟練 如果你熟練之後 你會發現做起來蠻OK的 沒有很困難的地方 很快工作就做完 你會覺得還有成就感 應該會越來越喜歡這樣的方式 因為工作本來就是要人家肯定 如果你工作不能得到肯定 每天被定被罵 然後就是被指責的話 當然誰會喜歡工作 但如果相反的 你每天一下都做完了 而且很開心 當然你會覺得上班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每天都希望上班 你禮拜六禮拜 應該沒有人這種人 不過還是要休息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OK 所以接下來開發陸日聚集 給一個聚集名稱好了 叫格式化禮拜 格式化星期日好了 按確定 一游標放A2 Ctrl-Ship向右向下 然後再來做什麼 在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然後就把公式打上去 公式還記得 第一個等於 當後面的條件發生的時候 什麼條件呢 就是weekday 以哪一個儲存格當起點 記得這邊一定要以A2 如果你指向錯誤的儲存格 他就會結果不一樣 你不能說用A1 不行 因為他沒有在那個範圍之內 你也不能用A3 其實你如果用A3 你會發現 他這一列就不幫你做了 他就跳過了 是可以 只是說他結果應該是不一樣 當A2 如果禮拜天好了 等於1的話 我們設定格式化 字的顏色是紅色 然後填滿是黃色 好這樣喔 OK 按確定 這樣子 完成 停止一下 OK 停止錄製 再來的話呢 把它清掉 所以禮拜六就不用錄啦 因為禮拜六跟禮拜天 就是差什麼 差一個公式 跟差那個顏色 等一下改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清除 清除的話很簡單 一樣 我們就把 清除規則 因為那個是 叫清除規則 所以我們要錄製 這個叫清除規則 一樣給一個名稱叫 清除規則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一樣喔 常用裡面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有清除規則 整張就可以了 當然呢 我們這全部清掉 假設是這樣的需求 好 OK 停止錄製 再來的話 你的錄下來兩段在哪裡 在聚集就會有這兩段 或者是說 你可以按 Visual Basic 反正兩個方法 切過來 如果你沒看到的話怎麼辦 它是放聚集裡面 不 放在那個模組裡面 你再把它點兩下打開也OK 如果你沒看到啦 或者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這邊有個編輯 也可以跳過來 其實結果都是一樣的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慢慢熟悉啦 那我自己比較習慣就是 我直接會跳到那個什麼 Visual Basic裡面的那個模組 不過有同學常常會被這個擋住啦 你就往下拉一下 模組喔 反正以後 不管說你聚集錄下來的程式 或者是你自己寫程式好了 一律都放在模組裡面 那如果沒打開的話 沒關係 你就自己點兩下就打開了 比如說剛剛我點開來 奇怪沒有 它是變這樣子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在模組的地方 點兩下 就看到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錄下來這個東西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禮拜天OK了 那禮拜六要改的話怎麼改 第一件事情的話 可能還是要先把這個程式精簡一下 哪些地方 你想說陸下 哦 是這麼多 大概超過十行吧 十來行 但實際上最後可能只有五行而已 怎麼說 首先上面這個地方的註解 這個叫註解 通通把它刪掉 因為上面這有點多餘的吧 它只是一個說明 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滑鼠去點的話 A2 那實際上就是 我從A2 一直Ctrl Shift向右向下 所以你會發現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那其實上面這三行 只是用滑鼠去選一個範圍 那其實最後得到一個是什麼 物件呢 叫Selection 可是如果是VBA寫的話 你根本不用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VBA直接就告訴他說 我那個範圍 就是叫A2到L32 所以如果這三個 假設要改的話 跟各位講 Selection 你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就是這個 Selection 有沒有 Selection 直接改成叫A2 冒號 L32 然後 後雙引號 後刮虎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剛剛那四行有沒有 其實啊 VBA寫一行就好了 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我們滑鼠鍵盤做的動作 其實只是為了要選那個範圍 產生那個Selection 其實那個Selection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啦 就是那個範圍 所以以後的話 你用錄日聚集 假設你選到的話 第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把那四行 變成那一行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不難 所以以後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程式很多地方都可以再精簡 像我的習慣啊 不會寫沒關係 你會錄吧 如果錄下來你就有程式了 第二件事情 再先精簡化 然後再去做一些變化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都可以結合VBA 比如像之前我們講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很好用嘛 但是很多人還是用滑鼠鍵盤 可是你很多報表要做啊 你不是說每次那邊點點點點啦啦啦 很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可以結合VBA的話 那一鍵就可以完成啦 很多的報表就自動產生了 OK 所以第一個 先把它怎麼樣 那四行變一行 這個地方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其實如果有Selection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 因為呢 Selection 實際上就是因為滑鼠鍵盤 Ctrl向右向下 它才會有Selection 才會有那個叫做選取區啦 那再來 其實在這裡 如果我不把它選取的話 那就是範圍啦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到Selection 你乾脆全部改成這個 所以如果把它複製 這個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Selection 所以甚至可以把它取代掉啦 OK 好 這樣的話就OK 所以Selection 全部變成Range A2到L32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有個With 到EndWith 這個指的是 字的顏色 那跟各位講一下 很重要一點 以後如果你想到顏色的話 它錄下來就是用這種數字代替 但是這種數字我們不太好理解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種 顏色的話 我們可以改一下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Color 所以怎麼改 把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那With到EndWith 不要好了 直接貼 那我改成什麼呢 Fone的Color就可以 直接把那個點Color 直接放在這後面 然後底下 這個沾行把它Delete掉 其實主要是這一行啦 OK 就是Fone的Color 那Fone Color還記得吧 我們如果禮拜天的話 字的顏色是什麼 紅色 紅色嘛 紅色 所以以後記得 以後你只要是Color後面 你就給顏色的話 那如果以後寫VBN 要記得一個函數叫RGB 瓜糊 那什麼叫RGB 故名是C嗎 該猜得出來吧 紅、綠、藍 那它的顏色最少是0 最多是255 就是2的八次方 OK 像一個調色盤 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很簡單 紅色調到最大 最大多少 255 然後沒有綠色 豆點 0 豆點 0 後瓜糊 這樣子的話呢 就表示紅色了 改完了 所以剛剛不是有四行嗎 什麼Wiz到EndWiz 那不要 你就是直接把Selection 改成這個 然後後面的Fone.Color 直接改成紅色 這樣就OK了 那同樣的方法 這個叫Interior Interior 就是底部的顏色 所以一樣 底部的顏色 就把這個點Color 拿到這邊來 然後呢 這邊就不要 這邊也是不要Wiz 直接就串在這裡 然後這底下這四行 就把它刪掉 然後一樣就等於什麼 等於RGB RGB 瓜糊 那我的底色要是什麼顏色 黃嗎 你想黃色怎麼配 其實不會的 沒關係 你有個方法 切到常用裡面不是這個 油漆桶 油漆桶你可以找到其他色彩 你先點黃色 然後再點自定 RGB就出來了 有沒有 是什麼 255 255 0 填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你不知道什麼顏色 很簡單 油漆桶 記得喔 油漆桶這邊有個其他色彩 然後你選一個你要的色彩 再點到自定 這邊就有了 所以其實紅配綠 就是黃色 所以紅色配綠色沒有藍色 就是黃色 OK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取消一下 然後再切到剛剛的開發人員裡面的Vidobasic 那我就改喔 255 豆點255 豆點0 這樣就OK 所以以後跟各位講一下 上面好像這寫錯了 這邊寫錯了 OK 反正以後 跟各位講一個很好記的方式 就是在Viva裡面 只要跟顏色有關的 一律喔 你就記RGB 就夠了 OK 不管說 錄製劇集它怎麼陳述啦 反正你就用RGB啦 這樣好記啦 我發現喔 好像記這樣就足夠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又不是 要把它做的美容美幻的 你就簡單的顏色就夠了 而且它不是簡單的 所有顏色都調出來 所以最重要就是RGB 也就是 字的顏色 封點Color 有沒有 然後後面給個顏色 那Interior點Color 再給個顏色 這樣子的話呢 就OK了 那底下其實我發現 這個什麼StartIfTrue 這些好像不執行 好像OK 所以我剛剛有試著把它Delete掉 好像也可以Run 幫我們Run用看好了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禮拜天 那禮拜六怎麼做 複製一下 有沒有 貼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成星期六 改哪裡呢 應該看得懂吧 這邊改成七 對不對 條件 第二的話顏色 顏色的話 比如說這個要深綠 這個要淺綠 那如果不會的話怎麼辦 常用裡面不是有個油漆桶 其他色彩 那你先找到深綠 在這裡 製定一下 0 5 5 1 0 如果不好記的話 你應該記50算了 其實50、51 0 0 50 0 然後淺 怎麼淺綠 往上拉不就好了 那當然你如果比較好記的話 乾脆記這樣 記200 有沒有 這邊200 然後255 這邊記200 這個淺綠好像比較好記 你就記一個比較好記的數字 不然說真的沒有人那麼無聊 而且差一點點就真的啦 誰會去特別care那一點點 反正你有顏色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以後你那個 Excel裡面 你要什麼顏色 啪啪啪 全部自動幫你把顏色做好了 對不對 那清楚比較重要吧 OK 所以我們記得 淺的是0 50 0 深的是0 淺的是200 其實好像它有一個規則性 所以以後你做久了應該慢慢就自己熟悉 連點都不用點 反正套上去就OK了 所以改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自身色 所以這個就是0 然後50 0 這個就是200 然後255 然後200 改完了 來試試看 如果OK的話 那就可以下課了 對不對 就改完了 而且你會發現喔 剛剛程式一堆耶 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現在改完之後啊 各位有沒有發現 應該每一行你都可以看得懂吧 這個其實是新增規則 add嘛 新增規則 後面就是formular 就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 它其實是什麼 這行好像一定要有 我記得 它是把它放了partic 這個喔 它的順序好像一定要 這個就留下來 然後字的顏色 字的底色 就OK了 所以其實主要就是 四行而已 那這一行 這個其實喔 底色這個 底線這個可以拿掉 你可以delete有沒有 然後把它搬上去 這個要留下來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那其實主要就是四行 那甚至跟各位講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開頭喔 都一樣對不對 那你想說 老師都一樣喔 可不可以讓它精簡 可以啦 其實你可以用with 很多同學說 老師什麼是with 也就是如果開頭都一樣喔 那你可以精 但是說真的啦 不精簡也OK啦 再看個人 但是 之前有同學問說 with怎麼用 順便講一下 其實with就是這樣喔 如果你開頭都一樣的話 那你就打個with 比如說 我所有東西 前面物件名稱都一樣 都叫做這個 那你就可以 with然後把這個搬到上面 然後呢 後面的話 記得再加個endwith 反正先頭尾先加 我的習慣是這樣 避免打完都忘記 然後呢 再來你就可以把這個拿掉了 這幾個有沒有 delete掉 總共有四個 也就是說呢 以後 這個頭就不需要了 一般習慣 會把with到endwith 裡面的程式按個tape 讓它縮排 這樣子 這樣有比較力 不知道啦 反正個人習慣 如果你覺得 這樣好像沒有比較好 沒有什麼差的話 沒關係你不要改 反而你又多記一個with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 好 我現在動一下沒關係 反正這個是兩可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做的這個 這個清楚就更簡單了 一行而已 有沒有 Sales指的是 所有這個工作表 的規則 本來是add 對不對 把它變delete 大概就這樣而已 這三段 我印象中 我有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在雲端板這邊也有 OK 就是這個 一 二 三 OK 四段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